大家好,又回到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下我們今節身邊的嘉賓 還有來自要財政院的研究部分析員王偉豪先生 你好,Rathy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歡迎繼續打電話給我們問問題 電話號碼是28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可以和大家跟進市況 恆生指數這一刻的跌幅又擴大了些 跌191點,做18,065點 成交額方面有228億 期指率跌75點,暫時低碎35點,做18,022點 國企指數方面,暫時跌超過1% 跌139點,做9574點 Rathy也想先和大家談談市況 港股方面,昨天和前日連升兩天 而今天是回套一點 其實想先和大家看看沽空金額方面 其實見到港股昨天的總沽空金額 有49億4千萬元 是較星期一增加了18億元 或者是六成 而昨天的沽空是佔大市成交比例 是較星期一的7.5% 是升至9% 其實雖然說昨天見到 港股的反彈是比較漂亮 也是升穿了十天線 但相反來說,見到它的沽空金額 亦是較星期一的大 好像引來一批沽空的活動 其實是否反映著大市 市場方面都覺得 未來方面都不太看好後市的表現 如果只憑剛才Lisa說的 這些沽空金額的數字看了些甚麼 正正來說都很明顯 看大家來說 都依然對恆指或港股後市的走勢 都依然有一個隱憂 甚至乎都覺得 之前這幾下 譬如大陸上星期四五開始之後 見完低位之後 連續幾天做反彈的時候 當中都會覺得這幾下反彈 亦都不等於甚麼 甚至乎都覺得 沒甚麼實質的支持 是可慘化這個市 其實之前都不斷說到 或者在其他環節都提過 這幾下回到來 是否等於恆指見完底 或者抽回到來 甚至是否真的有改善 其實自己都覺得還沒有 所謂的這幾下回到來 完全的主因 剛巧是夾得幾個因素 當然第一樣 早幾天方面 開始期指會動轉倉 期指結束因素 怎樣都叫做 之前整個月累積這麼多淡倉 怎樣都加回好倉的時候 一定是要帶回市場一點 而來的話 當然是由月初 跌到下去差不多 近上星期四五 跌到月尾的時候 整個大半月來說 跌了那麼多 無論技術上也好 或者點數上看也好 都差不多量度的跌幅 都叫夠的時候 短線做回兩下反彈 也是一個正常現象 當然第三樣 當然是大家所謂的一個憧憬 其中你看到這幾晚 惡為方面 都不斷有很多 特別是歐債方面 有很多新消息 是想告訴市場 可能有機會 是有些解決方案出來 這些方面的憧憬 也正正令到市場 在這麼低迷的時況之下 令到這些少數的好息帶動 都帶回市場上來 所以記者三個因素加起來 令到市場在早幾下 早幾天來說 叫回上來不少 但自己都不斷強調 就是這幾下的一個 好因素帶動 可不可以支持或是繼續升 或者升什麼價位 甚至還有沒有可以升 其實不斷覺得自己 說回意見也覺得應該沒什麼 因為某程度上 所謂剛才幾樣 隨著結算叫過了 現在來說第一個因素沒有了 第二來說 都叫短線 回上來也叫不少 由低於大概17,600 這些開始回上來 回到上來 昨天最高都約18,300 短短三兩天的時間 都回到大概七八零點上來 其實我覺得反彈力度 初步可以見到差不多 第三點來說 剛才所說的憧憬 慢慢不斷說 憧憬可以炒多久 甚至乎可不可以當一個好因素去炒 其實都不斷記住 大家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其實插回一番例子 比如說參加方案 早一個月的內地方面的憧憬 其實當時那一刻都令我視衝得很厲害 但當憧憬完了 沒有這些行動出來 或者沒有一個明確的一個事 即是結果給大家看到的時候 事件很快又回到來 這次來說 我都覺得有少許的因素 你說是否真的回到來 到這一刻都不知道 但所謂的憧憬 到這一刻一定不是一個事實 甚至乎歐債方面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解決方法 甚至我會覺得其實是有少許惡化了意味 因為很明顯看了幾件事 只要看債息方面都知道 你看到近年來 不斷勾諸國拍債的息率 都叫不斷創新高 甚至越來越高的情況下 都很明顯意味著 整個歐債問題 其實不是只憑之前的憧憬 或者只憑一些開會 有些共識就可以解決得到 所以都會覺得歐債方面的問題 一定會繼續左右住過市 所以幾隻加上 正如之前所說的三個優勢 都叫這一下例子 我覺得慢慢消除了 或淡化了 所以來一個市 我都會覺得正如 慢慢有機會再往下 找回多少低位 而因為市場上也有共識 剛才Lisa說到公共金馬也是一樣 見過市沖完幾下上來之後 其實慢慢看到 昨天特別是增大公共金馬 可不可以大家都覺得 來一個市有機會繼續向下調 所以你問到整個市來講 究竟去到什麼位置 或者上後網怎樣看 其實之前也說到 當然是之前那一陣 由高位大概 11月初下到上星期四、五 挨近17,600這些位置之後 做回反彈 反彈上來的幅度 已經差不多 是彈回三分一 亦挨近50天線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未來也不能升破50天線 其實幾意味著 其實往下沉肌肉依然有 我覺得現階段這樣看 其中現階段叫挨近萬八點區間 你說是否這麼短線 我問是怎樣做回支持 那我的確沒什麼理據可以這樣說 始終都差幾點 所以我覺得 放低一點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 反復不穿之前低位 大概17,500、176 這區間 其實暫時看 都是在這個低位陪伴著 但未至於繼續往下沉 但相反如果穿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有條件 其實往下試更多低位置 甚至所謂低位去到什麼位置 其實到時要幾遲緩 外圍怎樣說 如果外圍方面繼續惡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試試10月初的低位 大概16,100、170點 這些區間 亦都不出奇 所以現在為止 雖然會彈上來不少 但不斷都這樣建議大家 風險管理意識 或者心理準備 一定會持有住在這裏 不能說這幾天 齋坪回到水位 就覺得整個社會好 所以不斷強調大家 就是一樣 暫時策略都是 我覺得逢高減時策略會好 比現在來說 是帶著去到追入 雖然這兩天 港股方面 就彈上來 好像剛才Ryvi所說 即是投資者 都是做好風險管理 唯妙 這樣說起沽空金額 其實Ryvi也想和你再看看 其實剛才也說到 昨天 它的總沽空金額 較前一天 即是星期一 是多了六成 而你看它的排行榜 方面 全日沽空金額最多的 就是有5號 這隻匯控的 看到它的沽空金額 是有3億8千5百萬元 是佔了總成交 是27.3% 其實都想和你看看這隻 其實這隻 一向來說 基本因素已經是越來越弱 而技術上方面 也是轉弱了 再加上 今天看到 匯控的標譜是平低它的評級 是由AA減降至A加 其實總總加上 這麼多因素上來說 其實這隻是否依然會繼續看淡呢 如果說回個別 特別是重窩藍醜匯控 是否依然會看淡 或者怎樣看 其實都可以說不用多說 不斷都建議大家 這隻來說 的確看法已經不可以從以前這樣看 甚至真的看得比較淡 因為基本層面上看 的確受的一個因素左右 接下來都會覺得是比較多 甚至是 雖然它本身 你看到業務性質上 好像看到慢慢營利方面有改善 或者即是北美方面 都叫做 自開笑回來之後 其實近幾次出的業績 都叫做開始做得不錯 好像賺錢方面 慢慢有一個 就是叫少少回回耳尾 但另一邊相當不定 給大家看 不是只看這件事 當然看歐債方面 對它的拖累性 甚至是它相關要做的撲備等因素 甚至好像Nisa說到的 今早標譜方面 等幾個因素加起來 其實對它的影響性 我覺得是遠超於 看它賺錢方面的能力 當然第一個因素看 撲備方面 其實之前也說到 剛剛第三季業 即是這麼少的撲備 以後都意味著有大增的意味 其實一定會拖累盈利的前景 而歐債方面的問題 始終它持有 不斷地持有 譬如意大利也好 或者希臘也好 相關國債也好 或者私營機構的債務也好 其實都比較多 不是一個小的壓度 所以當這些國家 真的有一個違約風險 或者有爆灰現象等因素出現的時候 其實對匯控一定會有很大影響 所以大家這方面的隱憂 到此為止都消除不了 第三來說 標譜方面 雖然今天早上出了這個消息 你說是否有很大影響 我覺得實質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問題暫時一看不太大 但其實市場一早都有共識 甚至這個消息 不是一個新鮮事 因為其實之前月中來說 已經說 標譜會對三十間這些機構 做回相關的一個準測 某時候出了結果 之後今天公佈 當然調低其實是少許意外之內的事 所以我覺得某時候上 今天來說不等於什麼 但某時候始終如何看到 這條國民級 一定是一個負面因素 所以記者加起來 都會覺得對匯控來說 暫時的差點 所以這刻為止 都仍然覺得大家稍稍避避避 好一點 我們再跟進一下匯控的股價 看到暫時這一刻 亦都跌穿了 調十天線 是正在做57.7 跌幅有接近2%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 依然有問答環節 Rafi依然會為大家解答問題 休息一會 待會見